据台湾媒体报道 夏天是一人黄嘉天与夏克力的宝贝女儿 她与爸爸一同参演《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因外形可爱甜美 个性直率大方而爆红 广受观众喜爱 并没风味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近日有网友曝光长大把的夏天照片 原来是一名中英混血的少女 神愿以夏天相似 让网友更加等不起小公主长大了 网友余孔子在YouTube上 看到了一段采访英国华语年轻人的照片 并上传其中一名叫做Apple Hero女孩的角族 认为Apple Hero长得以夏天极为神似 仿佛就是成年后的夏天 令其他网友疯狂转发直说太像了 甚至有人看了觉得不舍 希望小公主别太快长大 但也有网友认为 夏天长大后会更漂亮 更有趣的是 Apple Hero在影片中还说 在中国人们会比较关注我 特别是我小时候 就像夏天穿越了时空在说话 据Talamity报道 夏天是一人黄嘉天与夏克力的宝贝女儿 她与爸爸一同参演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因外形可爱甜美 个性直率大方而爆红 广受观众喜爱 并没风味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近日有网友曝光长大版的夏天照片 原来是一名中英混血的少女 神韵以夏天相似 让网友更加等不起小公主长大了 网友余孔子在YouTube上 看到了一段采访英国华语年轻人的照片 并上传其中一名叫做 Apple Hero女孩的角族 认为Apple Hero长得以夏天极为神似 仿佛就是成年后的夏天 令其他网友疯狂转发直说太像了 甚至有人看了觉得不舍 希望小公主别太快长大 但也有网友认为 夏天长大后会更漂亮 更有趣的是 Apple Hero在影片中还说 在中国人们会比较关注我 特别是我小时候 就像夏天穿越了时空在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